大家好,我是夏阿妈 早餐一般都是面食比较多 上一期做的那个馒头卷已经吃完了 今天就做了一点香葱的肉包子 又多汁又鲜嫩,可以去试一下 之前看挺多朋友觉得我买的肉不错 我一般是比较早去买的 早上的肉都比较新鲜 而且你也不要去那种有灯灶的地方 就是自然光底下能够看到肉的本色 你这个肉就能够看到好坏了 然后这里去掉皮以后 给它切成一个小块 我用的是前腿肉 大概一斤多 用搅肉机放进去以后 直接给它搅成肉末就可以了 肥瘦比例就是三肥七瘦 做包子一定要有点油脂才够香 然后才会爆汁 再来磨上一点姜蓉 这个是我的一个新的伙伴 就是用水冲一下就干净了 也蛮方便的 刚好就是姜汁 再上一点盐 再来一点白糖跟味精 撒上一点胡椒粉 挤上蚝油汁 再来一点生抽 老抽也来一点 就是上个颜色好看一些 最后加上一点花生油 或者是芝麻油 给它搅拌均匀 就是把这些调料给它和匀就行了 反正都是家常的食材嘛 你给它往一个方向 搅拌大概三五分钟 再多切一点香葱 我这里大概是有五十克的 直接加进去给它搅拌均匀 这个肉馅就调好了 虽然肉泥比较软嘛 你可以放到冰箱去冷冻 就是冻个两个小时以上 它都不会变硬 它只是说会稍微的硬一点 包的时候就容易 做吃的就不要着急 你先休息一会儿 你觉得冻的差不多了 再来和面 一斤的普通面粉 就挖个洞 中间倒入五克的酵母 再从中间倒入清水 260毫升的常温水就行了 刚好酵母就可以冲开 再给它用筷子搅拌成面絮状 搅到像这样子底部 没有什么干面粉了 然后面粉和水 都已经成这种面絮状了 就可以了 然后加入一勺猪油 你可以不加 然后再加上一小勺的食用盐 给它怼成一个面团 作用你可以换成食用油 因为加了油 整个面团是偏软的 而且也不粘手 像这样给它怼成一个面团 因为最近我的手部受伤了 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肌腱炎 经常关节疼痛 然后我去看了一下 就是那个什么 关三角什么撕裂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最近都是贴的药膏 也希望大家用手一定要注意 怼成面团了以后 就移到案板上面多揉一会儿 像这样子偏软的 稍微光滑一下 你就可以了 然后扭麻花一样 给它搓成长条 分成两段 再切成大小一致的面剂子 再把每个面剂子搓圆按扁 我今天用的这面粉还蛮好的 好像是香满圆的吧 然后的话呢 就是3块5一斤 然后给它按成饼状 包入我们这些冷冻好的馅料 你看它这种不是软的吗 就比较硬挺一点了 然后包进去以后收口捏合 多余出来的把它揪掉就行了 然后只要不露馅 然后把那个小尾巴收进去 像这样子 光滑的一面朝上 家里有没有这种刮板 有刮板就用刮板 这个方法就是不会捏着花的 朋友可以试用一下 比较方便 你像这样子按压出来的花纹 没有刮板就用这种水果刀背 刮出来的话呢 就有点像外面那种树洞包子 也是蛮好看的 又省事就我觉得进厨房是一定要自己开心 随意自在的不一定说要强迫自己完成的多美好 因为在前面的这种准备的工作中 你已经消耗了大量的时间 就是选择自己喜欢的 然后又觉得还可以满意的状态就行了 还有精力你就可以挑战一下捏着花 因为这个的话呢 其实对于会的人来说就比较简单 不会的话呢 就是你捏出来就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 拇指不动 动了就是你的食指跟你的那个左手 就是一直转 把它拉一下 这样一个家庭的手工包子 还有一种方法是比较简单的 你可以看一下我的手法 就是这个包子你就斜着放 然后你的手你像这样子 转着 转着捏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左手是一直都在转的 然后食指往前面拉 拇指是不动的 斜着包出来的包子 我觉得是比较适用一点的 我经常这样子包又快 然后包出来的话呢 样子也还可以 像一个手动包子就做好了 然后稍微的整理一下 是不是还不算特别难看 这两种方法你都可以去试一下 一种是开口的手工包子 一种是用刀划出来的刀工包子 就是这两种你就全部包好了 然后划好了就放到蒸笼上面 间隔摆放 让它这样子静置等待20到35分钟左右 时间不固定 因为广东的朋友可能发酵的会比较快一点 只要看到它胖起来了 然后拿起来 按捏它像这样子回弹 然后胖嘟嘟的 就可以了 这样就发酵好了 这个刀工的硬滑有点浅了 你们可以滑得重一点 就是开水上锅蒸上15到20分钟 焖上几分钟再揭开盖子 这样我们的早餐香葱肉包子就出锅了 很香很好吃的 你们一定要去试一下 一次发酵出来的面皮也很松软细腻 管它是手工还是刀工 只要这个包子好吃又好看就行了 然后这种开口的手工包子 你掰开 虽然看不到汤汁 但是面皮上面的那种肉质真的很香 稍微挤一下你就能知道这种油脂了 现实的话呢 就是你一口咬下去 鲜嫩多汁 超级好吃 一出锅我就吃了好几个 就是这种葱香味十足 如果你也喜欢吃这种肉包子 可以把这个视频点赞收藏起来 在家里面去尝试一下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夏妈 我们下次再见